睡醒後就開始開始做 搞到累就睡 睡完又搞 感動了,我說不出 真是最開心 搞到有點傷流眼淚 本身我自己的工作做了很久 做了十八年半 其實每天保持一些很 routine 的工作 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就想試一下 不如給自己大約一年時間 去做這件事 那時候看看出來的效果會如何 人過四十,有料就任性 Ben Loa Sean 去年就創作了和 IT 有關的工作 Ben Mides 是情景模型 我兩年半開始 玩花木是情景模型 基本上玩了半年後 我就開始做情景 我發現做這件事 可以令到我感到很開心 這件事比較冷滿 裏面會包含它本身有個背景 然後有它的物件 或者人物 構成一個故事 你是一個神 你可以做任何事 你可以想 某程度上是欺負你們去造反 最近它成為了香港第一人 入爲全日本最知名的情景創作比賽 下星期還會飛到日本 和五六十件神級作品比拼 這次的作品 我花了三個月時間 關於忍者的 叫Shir Lobby 整個故事是關於 這麼有型的 變成文風喪膽的忍者 接到他的主公一個暗殺任務 走來行刺 他的敵對大佬 於是剪開一場大戰 同伴劫了屋營船去營救他 貓仔 看來我還在裏面那隻貓 Ginji 他經常到處去問我們 找人家做些甚麼 每一種物料 它需要固化 份量 你需要控制得很好 其實做Diorama 最重要是 自己的觀察力 其實你在幻想水是甚麼樣子 你只要刮它出來就可以了 我遲了工 就是我貨了金 買一個乘二乘三經驗值的Booster 而得到的 是 真的完全 你說不出形容不到的一些滿足感 我最重要是 可以把我腦裏面想的東西 可以直接表達出來 我覺得不太棒 技術 其實我覺得是 時間對積回來可以唸到 但Idea 我覺得是 先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教創作來教 玩得這些模型 公仔 一直給人的感覺會是 責任 其實我想是做一些事情出來 是利用這些 別人稱為毒物 希望可以提升到 模型的觀賞價值 不只是把一架車出來 或者把一個高達出來 給一些姐姐 小廟 但如果你高達隔離 加一隻小狗或小貓 之後它隔離 然後整件事 那個姐姐說 這麼有趣的去隔離 至少那個姐姐 都會看得到 這隻小狗在隔離 而去看這件作品業 砌了一年 積蓄用得七七八八 接下來 它就打算開班授套 如果你是情景作家來說 香港的職業暫時 我都未有見過 我又不至於去到 好像世界級大師 去到這個層次 但我其實很想可以 維持著我現在這樣的生態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當然需要收入 我看可否可以在這方面發展 不行的話 因為繼續找工作 都沒問題 對